大家好,我是王一可 今天很高兴和我的同事袁定平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在Gubernetes集群构建中 对于控制平面的安全和加工方面的一些思考和想法 我们目前就职于Virate技术中国研发中心 主要工作的话会面向Gubernetes网络方向相关的产品和技术 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 Kubernetes作为容器管理平台 目前已经在很多企业落地 为了构建Kubernetes集群 工友云提供商提供了托管Kubernetes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EKS AKS等等 像Vinware也推出了TKG等企业级的产品 可以帮助客户在私有云和工友云上去构建 Kubernetes平台 我们都知道Kubernetes控制平面的核心组件 包括有API Server ETCD 还有Controller Manager等等 但是为了实现刚才所提到的各个Provider 能在其基础设施上能够对集群的生命周期进行管理 其实还需要CPI以及CSI 例如CPI可以管理集群的节点的生命周期 负载均衡服务的生命周期 像CSI可以管理Volume的生命周期 为了接入这个基础设施 还有它上面的存储资源 CPI和CSI组件其实是需要基础设施相关的 Credential或者说是权限的 所以说在这个ControlPlan上 除了存储着这个集群的管理员的 Kubi Config 其实还存在着可以接入基础设施的相关的 重要的Credential或者说权限 这些Credential存在ControlPlan上 肯定会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的 比如说当这个ControlPlan上 它装了Kubi Lat 用户或者攻击者 其实是可以在ControlPlan上去运行一个POD 同时去挂在ControlPlan上 存储着这些敏感信息的Volume 这样的话 他们是有机会去拿到这个基础设施的 Credential或者说集群的 集群的管理权限的Kubi Config 如果他们拿到了这个基础设施的Credential 那么就可以去接入 甚至是操作基础设施 这样就会对基础设施带来 带来破坏或者说损失 如果他拿到了这个集群管理员的Kubi Config 作为集群中愿意的普通用户 那他就可以侵入到这个集群中别的区域去创建资源 甚至是对这个集群发起攻击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集群中CSI的话 它是需要有特殊的权限才能去操作Volume的 如果说这些权限通过特定的方式获取到以后 像攻击者就可以对别的集群 甚至是管理集群的Ctrl Plan 进行攻击 他们可以将这个Ctrl Plan的Volume保存下来 然后就可以拿到其中存储的这个重要的数据 比如说基础设施的Credential 或者说别的集群的Kubi Config等等 这样的话就会对基础设施 或者说别的集群造成破坏 常见的我们保护Ctrl Plan上 这些Credential的或者说特殊权限的方法的话 一般我们会利用一些权限控制 或者说策略控制的机制 可以限制普通用户在Ctrl Plan上 可以限制他们在这上面的这些危险的行为 还有就是可以把CSI Controller 去run在这个Ctrl Plan的外部 这样Cluster内部就不需要有CSI的特殊权限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不在这个Ctrl Plan上安装KubiLat 这样的话用户就没有办法在Ctrl Plan上去运行Pod 那么在常见的各个Provider的解决方案中 确实会经常采用不在Ctrl Plan上安装KubiLat 这种方式 这样的话像这些Kubernetes的Core Components 其实只能以Process去运行 同时同时他们可能还会在这个API Server 外面部署一个LB 这样的话用户和工作节点访问API Server的时候 只能通过外部的LB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用户直接接触到这个Ctrl Plan上的物理资源 最大限度的保护Ctrl Plan的安全 像这样以传统的Process方式启动这些Core Components的方式 虽然说他们在物理上使他们无法去获取到这些Credential 没有办法直接获取到 但是呢也带来一个缺点就是 这些Core的Components 他们没有办法利用Kubernetes的优势 失去了HA的能力 在troubleshooting的时候也不够灵活 基于刚才提到的这个常用的方案 我们就会想还会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这样的事情吗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将Ctrl Plan上的这些核心组件 像刚才的方案一样和工作节点隔离开 但是呢核心组件依然是以Kubernetes Cloud的方式去运行 这样的话他们依然可以拥有Cloud Native的优势 是不是具有这种可能 谢谢你 实际上现有的方案在解决这个安全问题本身上面 并没有什么可能问题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想新的解决办法呢 这主要是因为从18年很多Kubernetes Engine出现到现在 Kubernetes社区又有很多新的技术出现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Clust API 用Kubernetes创始人就有微大的话来说 Clust API要做的事情就是把Kubernetes用来管理工作负载的技术 用来管理Kubernetes自己上面 我个人的理解这个一方面是对技术的极致追求 另外一方面从实践上证明了Kubernetes里面所实现的这些技术是通用的和真正可扩展的 如果对Clust API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官方的Clust API Book去审有了解 现在我们回到问题本身 其实要解决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防止CPI和CSI的Credentials 也就是这个密码被非法的使用 这个图里面是一个现在的Kubernetes的Engine的模型 我们把它放到一个Clust API的视角下去 再去思考这个问题 你会发现原来由各个云服务厂商实现的KubernetesEngine 现在是由一个Kubernetes的Cluster来替代了 也就是这个Management的Cluster 在这个视角下面 我们想要保护CPI和CSI的Credentials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CPI和CSI进行一个托管 那就是托管给这个新的ManagementCluster 在算法上可以算是一个暴力计划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解决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它成功地隐藏了CPI和CSI 但是还有两个新的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 当前这个Kubernetes生态里面 并不是所有的Cloud Provider 都是独立部署的 还有很多这个InTrade Cloud Provider 这一部分是没有办法单独部署的 第二 就是当我们把CPI和CSI从原有的Cluster里面 移到ManagementCluster之后 它跟原有的Cluster之间的同一性问题怎么解决 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很好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 既然已经把那个CPI和CSI都移出去了 我们干脆把Cluster的整个ControlPlan 单独放到ManagementCluster里面来部署 这样行不行 实际上是可行的 它也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新思路 看起来很简单 不过它跟我们的前面的暴力解法有一些类似的问题 那最主要的一个就是ControlPlan跟Cluster Node Network之间的通信问题 要解决这个通信问题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KBUS的ControlPlan 跟Node Network之间是具体如何通信的 首先 Node Network 需要通过Kubernetes这个系统Build-in的Service 去访问APS Server 然后APS Server在两种情况下也会主动去访问 Node Network 第一 它在某些Kubernetes命令执行的时候会去访问 Kubernetes的端口 第二 当Cluster内部部署带有Webhook的CRD时 它会主动去访问 这些AggregationController的服务端口 那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两条通信物件问题呢 第一 从Node Network访问APS Server 这个比较简单 只需要把APS Server 作为一个Service暴露出来 ClusterNode Network和它 暴露出来端口实现 Layer3的通信就可以了 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近两年 这个社区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APS Server Network Praxy 在通信的两端各部署一个组件 利用这两个组件建立一个隧道 这种解决我们的问题 有关APS Server Network和Praxy的具体 工作原理的话 可以去那个GitHub上进去 一个深入的了解 到这里我们这个问题 是不是都解决了呢 实际上我们 手动的把Cluster分别 部署到了两个地方 但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 怎么使用这个KPS Engine 创建出来的Cluster 它本身就 像我们现在部署的这个样子 这里我给出了一个 给出了一个设计方案 的架入图 实际上在ClusterAPS的视角下 要实现上面我们提到的 这种手动部署的过程 其实并不复杂 第一 ClusterAPS它已经提供了两个 Controller Manager 来负责新集群的创建和状态的维护 也就是这个图里面 紫色的这两个框 其次我们需要 我们还需要一个Cluster Controller Manager 来负责真正的 给云基础设施通信 就是图里面中间的这个框 它的内部呢 至少有四个Controller 第一个是集群 同用状态管理的Controller 就是ClusterController 然后我们如果以VSphere 为例的话 它还需要有三个 VSphere相关的集群状态管理 包括Worknode的状态管理 以及底层的VM状态管理的Controller 当然还有一些跟Identity 以及AZ相关的一些Controller 在这里简化就不提了 最后我们还需要一个针对 ControlPlan的Controller Manager 它的内部也有很多这个Controller 第一个Controller是管理 APS Server的Endpoint 这个很重要 因为APS Server是我们最重要 访问的这个入口 它的还有其他的Controller 每一个ControlPlan 你的一个独立的组件 都用一个单独的Controller 来负责部署 以及维护它的状态 这总共一共有12个Controller 我们就可以把前面描述的方案 变成一个KPS Engine 的一部分 让这个整个Provasion过程 自动化 然后自动管理 KPS Class的生命周期 这里看起来可能 工作量比较大 但实际上需要做的部分 我们可以利用社区 已有的一些成果 来减少很多的Coding工作 在Class API的生态里面 有很多Provider 以前面的这个架构图为例 我们完全可以Leverage CAP-V和CAP-N这两个项目 这两个项目里面 已有的实现 图上那个浅绿色的Controller 实际上在VSphere Provider里面 已经实现好了 成立式的Controller 也在这个NestedController 也就是CAP-N这个项目里面 有一些参考实现 我们真正需要 从头开始编写的Controller 只有四个 并且他们都是无状态的 就是这个Schedule Deployment Server 以及CPU和CSI的这个Controller 他们都只需要 跟APS Server通信 然后以State of Set的形式 我们把它部署 在这个Management Class里面 就可以了 这几个都工作量 都相当比较简单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新方案的整体思路和价格设计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Cluster创建好了之后 我们该怎么去访问它呢 我们同样可以 技术社区的项目 很容易地把这个问题解决 当然解法我们不止一个 首先你需要一个Ingress 任何一个开源的第三方的Ingress都可用 然后我们还需要部署一个External DNS 去把Ingress的FQDN给注册到这个DNS服务器里面 这样用户在访问Clust的时候 就跟访问Valina的Clust没有任何区别了 那这个它还 这个方案还有一些优点 比如像MarchiTenem的 以及CloudMatewood的 这些优点我在这里就不再提了 但是这个方案有什么缺陷呢 大家可能会想到 它可能会有一些单点问题 那我的理解是 这种以POD显示运行的Control 不然实际上比Node显示运行的Control 不然更具有任性 就是无论ETCD 它是直接运行在Node上面 还是以POD显示运行 它的可用性其实主要依赖于PV 如果都是用相同的PV在运行 那么实际上 这两种运行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 另外如果Management的Cluster Control不然当掉了 Cluster内部的OgregationControl 这个确实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在class的内部部署Controlplane的时候 尽量避免使用OgregationControl 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想要深入交流的话 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 跟我们取得联系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能享受 接下来的其他分享 谢谢